今天分享纸杯古早蛋糕 口感绵密细腻 入口是云朵般的松软 我认为相对于戚风蛋糕和海绵蛋糕 古早蛋糕是最不容易翻车的 所以想学做蛋糕的朋友们 先来试试这款成功率最高的古早蛋糕吧 先来准备好这种纸杯 在网上搜索郁金香杯或者火焰杯 就能找得到 把纸杯放进码分杯子中固定好 就放一边备用 这是做蛋糕的所有材料 牛奶75克 玉米油60克 细砂糖60克 鸡蛋6个 地鸡面粉100克 先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蛋清放入冰箱冷冻备用 把玉米油放入微波炉丁两分钟 油温是很烫的 一定要小心哦 马上筛入低筋面粉 就把面粉与热揉搅拌至无干粉的状态 倒入牛奶 搅拌均匀 这时候的面糊会变得非常的浓稠 然后把蛋黄分两次加入 先加入三个蛋黄 搅拌至完全融合 再加入剩余的蛋黄 充分搅拌至蛋黄糊 变得像这样非常顺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时候要预热烤箱了 300华氏度150摄氏度 先测制50分钟 蛋清中加入几滴白醋 用电动打蛋器高速打出很多的大泡泡 就加入三分之一的细砂糖 转中速继续打发 打发之泡泡变得细腻 加入第二次的细砂糖 转低速继续打发 打发之泡沫变得细密 并且有少许的纹路 就加入剩余的细砂糖 然后继续打发 直到像这样慢慢提起打蛋头 能拉出直立尖角的程度就可以了 取三分之一 打发好的蛋白霜到蛋黄糊里 用蛋抽充分拌匀 然后把拌匀的面糊全部倒入蛋白霜里 再一次拌匀 拌匀的过程要大幅的翻拌 动作要轻柔快速 如果翻拌的时间过长 会倒置烧泡哦 把翻拌好的蛋糕糊装入裱花袋 挤进纸杯中 大概八分满就可以了 烤箱里面放一盆热水 再放一个架子 就把蛋糕糊放进去烘烤 150摄氏度300华氏度 烘烤30分钟 出炉后轻振一下 侧着放 倒放或者侧放 可以避免回缩 把蛋糕从纸杯中取出 放凉 放凉后就迫不及待的 要品尝一下了 实在太香了 蛋糕非常的松软 里面的组织非常的绵密 云朵一样的口感 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